105年新北市城市阅历在18号早上9点开始正式发送 阅历里头还有一项设计巧思 封面设计了10种不同色彩的色纸 民众可以依边框来剪下发挥创意 或者是依照阅历12个月背面的折纸教学 折成一个个的趣味的造型 一同来感受新北市的城市乐火 即使外头天气冷嗖嗖 但今天还是有不少民众一早就到公所排队 等着领取今年新出炉的城市阅历 美尼新北市政府推出的城市阅历都大受喜爱 瑞芳区公所今年分配到有600份 一人献领一份送完为止 我们就没得拿阅历了 你怎么知道 知道了 人来给我 我刚才来而已 你怎么知道来这里可以带阅 我们团队女儿跟她说 那这是拿啥 阅历啊 那我们新北市有发放了我们这个城市阅历 那阅历的内容跟那个画面 那非常的精美 2016新北城市阅历主题 以乐活城市为主题 提出新北市休闲生活新主张 可说是动静皆宜 可前往八处国民运动中心 享受畅快挥汗的爆发力 而静态则是到图书馆看看书 或是各地艺文中心欣赏表演 培养生活气质 那我们发放的时间 那是从我们12月18日的上午9点开始发放 那每人一份 那送完为止 那本次呢 我们区公所总共配发了 大概有600份左右的这个阅历 那也欢迎民众 那多多来我们公所的服务台前面来领取 今年瑞芳区公所配有600份的城市阅历 每人献领一份 即日起到送完为止 另外阅历还可以折纸 增添不少乐趣 请民众要多加把握 解成为瑞芳采访报道